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染风险最高的操作 我是一个有经验的医生 应该我先来 作为医生 有时候是需要豁出去的 我总是会握着病人的手说话 这样他们就能感觉到 医生的温度 感觉到更多的信心 重症患者是把生命托付给我 看到他们的病情好转 康复了 我们的心情就像黑夜 看到曙光一样 非常的高兴 有情发生后 父亲也没有停的 我是农村长大的 小的时候家里面很穷 上学每天都是寒菜下饭 一次可是一个兴起 这个父亲我已经搞了六十多年了 我都是想啊 老百姓不要摸 小的时候的那个苦力 这就是我的初心 种种当劳 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得更好些 每年一年 我哥为家贪玩 我俩这才好多钱 我没得做的 等他也留三 每年一二年 让我找到第一桶金 买个渣 把金服个帮助啊 还搬起个公司 我扎上三十多个村 一千两不多个零购物 请问我个员工 否则是故宗 自由自信在爱 太阳就会这样兴起了 木氏塔德峰 抓住我的手 脚对着上 十年前我们这样上学 五年前国家给我们修了路 还专门给我们村修了大桥 上学 对霹雳村的孩子 再也不会是难事了 他们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学校 早安 原来是我们自己这个选事 跟 bs 抛 dmj 没法 都牵到这个县区桌边 爸呀 爸 我的喜家 车票没了 到国际的县区桌边就是方便 休想医院在门回草了 哎呀 一定付费 不然解释 牵拔的好事情 哥哥 2013年 莫得了重病 借病了亲朋好友 也不顾手术费 我妈天天以泪洗面 2017年 都会有了扶贫医保政策 让我做了手术 看我现在 好人一个 养鸡赚钱 日子挺好 我妈说 我赶上好时候了 我大学刚毕业就到了这儿 刚住村那会儿困难挺多的 住宿吃饭条件不好 还有高原反应 那时候乡信们输入不高 村里还有110多万的欠款 这得靠产业 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去垂打 去年 村里人均收入超过了25000元 欠款也基本上还清了 再往前走 肯定还会有很多的勾卡 但是我们不怕 办法总比困难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